好 今天最新消息是在白俄羅斯時間的7月2號 他們的總統盧卡申科提到說 烏克蘭向他們發射了飛彈 他還提到說所有飛彈都被他們的鎧甲防空系統 全部攔截下來了 但盧卡申科還是認為這個是烏克蘭方面的挑釁 而俄羅斯也提到說他們要運交伊斯坎德 這個可以搭載核彈頭的戰術飛彈 交給白俄羅斯未來可能會使用 外界就很關心 白俄羅斯是不是要加入烏二之戰了呢 因為更早之前6月25號這一天 切爾尼戈夫在烏克蘭的北部的這個城市 他們是遭到大規模的飛彈轟炸 大概是有20顆 這些飛彈現在當地媒體認為 是俄羅斯從白俄羅斯境內發動的攻擊 情報單位也認為 俄羅斯可能要把俄羅斯一起拉進來 捲入戰爭之中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都提到了 白俄羅斯現在無論是平民或軍人 都已經被捲入烏二之戰了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大視野 正, 週三, 週三 最重要的新闽電 除了湧莉莉 感悟